COAS概念股其實有很多檔 那有哪幾檔我可以留意呢? 的確 這次搭配著先進封裝製程要漲價的議題 很多股票事實上股價已經不低了 但是整理的差不多 我們可以留意星雲、中砂、盛陽半導體 這些都值得留意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財經集的是我STORIES 讓我們歡迎溫通國際的原中林分析師老師好 DORIES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台積電的COAS在5月的營收非常的亮眼 在供應鏈當中有哪些低價的甜甜個股可以買進呢? 的確 那黃任勳來台灣他還贊成台積電漲價 為什麼呢? 因為台積電現在的產能都被七大 包括輝達、AMD、亞馬遜 蘋果全部包了 那包了以後呢 那因為 揮達他所佔的台積電的產能大概佔了一半 而且揮達他的毛利率有八成 他要拉開跟對手的競爭差距的話 所以他就贊成台積電漲價 所以台積電就跟著漲價 因為他比較有優勢嘛 他量又大 然後這個毛利率又高 所以他贊成台積電漲價 這個給台積電 浪力給台積電 這對他是有好處的 好 那事實上呢 這個 就是COAS 這個先進封裝的 這些股票呢 很多都從去年 都已經漲上來了 沒錯 所以現在幾乎沒什麼低價 沒什麼低價股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說 其中有一些股票呢 有些是已經整理的差不多 有一些還是強勢的股票 好 那我們這一頁來看到 是這個 他們的本益比 本益比比較低的呢 有兩檔 是 藍子電 跟瑞光投控 那其他的本益比都蠻高的 尤其是 可能是有這個 譬如說 有四十幾 五十幾 七十幾 本益比都 都一定很高 那因為他們就反映 這個先進封裝 的這個製程的這個 台積電的第三季的先進封裝 封裝的設備 持續進來 幾乎都 那明年就是這個產量會滿載 那他的這個產量出來以後呢 跟需求 還有落差 還有大概有七萬片的落差 是 所以這個先進封裝 漲價一定勢在必行 一定會漲價 是 好 那我們來看 我們今天來看這個 好 日月光投控 日月光投控它是 就是 一般來講 它是比較屬於法人 比較偏愛的 那但是呢 散戶可能不害 因為它的漲勢沒有那麼兇猛 它是慢慢慢慢漲 那現在的它的骨架呢 是 來到了這個 這個 上升三角形 是 上升三角 整個感覺上快要突破了 所以 如果再加上這個 這個先進封裝 這個台積電 先進封裝要漲價的話呢 它很可能就會突破 然後再突破 先破了高點177 好 那中砂 是一個標準的台積電概念股 對 它的股價也是很奇妙 也是呈現上升三角形 上升三角形 然後呢 事實上它的股價 從去年的這個100多底下呢 你現在已經漲到300 是 那所以現在的上升三角形 只要突破 突破這個300塊 然後就有希望再繼續創新高 突破那個313 對 好 那星雲 星雲也是這個一個 先進封裝製成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股票 那它股價也是持續的 漲一段 休息一段 漲一段 那目前是 之前 來到 漲到386 然後最近兩個多月呢 呈現了這個 收縮的整理 上升三角形收縮整理 現在呢 感覺也幾乎要突破了 所以有希望 要往上攻高 是 好 剩下半導體 這是一個 一直比較低的股票 對 那它之前都是只有50幾塊 最近呢 它 脫離了50幾塊 然後來到了 60到70的這個相性整理 整理完了以後呢 又繼續創高 是 所以現在股價呢 仍然有高價 可以期待 它仍然有高價 繼續往上 好 藍紫電 藍紫電 它是比較低的 因為它做的是 印刷電路板 對 先進風中印刷電路板 那它的股價 現在只有50幾塊 它也是呈現一個 上升三角形 是 所以現在收縮呢 只要突破了這個 50塊以上呢 那就有希望 來創新高 是 突破那個56塊 好 那均豪 它是 基督西聯盟的這個概念股 那它的股價 就是 之前有緩印 然後現在呢 呃 持續整理 現在來到一個收縮 對稱三角形的這個 尾端 是 所以感覺上 呃 如果說 搭配了這個先進風中的 這個議題的話 它很可能就會突破 突破 然後再突破前方的高頂 大概是73塊會突破 那自茂 是 呃 它是做這個 檢測 電子儀式檢測的 是 是 那這個 它的股價呢 也是一樣 呈現上升三角形 嗯嗯嗯 那現在呢 在300塊之間 稍微再整理一下 是 也希望再往上300塊 往上突破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 這些股票呢 哇 通通大部分都是呈現 上升三角形的這個 整理 感覺上都要突破 是 如果它會搭配這個 先進風裝這個議題 漲價這個議題的話 很可能它們都會有 往上突破了 好 那以上這些個股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們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一定要看點加入網站 LINE還有投資管 另外要記得鎖定了 所以個人頻道還沒有的人 一定要加入老師的個人頻道 按讚留言加分享 財經展示我們下期見 拜拜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 同學同學 妳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喔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